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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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是这样 今天的原来如此 一样要带听众朋友 来认识法律 了解法律 其实法律不是只有 这个四版版的条文 它跟我们的生活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今天我们一样 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林一梅林律师 律师你好 哈喽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林一梅律师 今天我们要来谈到的 是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有使用道路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有时候自己 小心行驶还不够 可能还是有机会 发生这个意外的事故 那在交通意外事故当中 有一个叫做造势逃逸 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造势逃逸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立法的目的跟性质 对吗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马路上行走 或者是开车骑车 那如果不小心有发生跟人 跟车子有发生的意外碰撞的话 我们可能可能会有一些 相关的法律问题 类似说 是不是有过失伤害 那如果伤害的部分 过失伤害 过失重伤 甚至有过失致死的问题 那另外 有些发生交通事故 有些人 如果离开了现场 可能还涉及到所谓的 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 那我们在刑法185条 知识有规定说 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造势 自人此伤而逃逸的话 要处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这个部分 所谓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就是像我们汽车 机车 还有一个 大家常常忽略的 电动脚踏车 所以如果你骑的脚踏车 是有动力的 不是脚踩的那一种 那发生交通事故 跑掉的话 可能也会有涉及到 肇事逃逸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 肇事逃逸的第二个 过程要件就是 致人死伤而逃逸 就是造成 对方的受伤 或者死亡的一个结果 那有些人 可能外观看不出来受伤 互相有擦伤 他可能因为这样跌倒 跑掉了 事后还是有所谓的 肇事逃逸的问题 是 所以如果一旦发生这种 交通的事故 不管你是开车 还是骑摩托车 还是骑电动脚踏车 遇到这个情况呢 请不要慌张 你好好的留在现场 把事情处理好 有些朋友呢 可能起来一时慌张 又或者他主观认为说 对方没怎样 又没什么事 可能对方只是跌倒 那你就跑掉了 这个就很 很严重了 因为这个肇事逃逸 他如果一旦成立的话 是一年以上起跳 是吗 是 一年以上到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那我们在法律上 我们规定说 如果法院的裁判 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是可以医科罚金 所以超过一年 是不可以医科罚金 理论上就一定要去官 去执行 除非法院判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能有机会缓刑 但是如果说 这个人他之前 在五年内 有犯罪的记录 可能有累犯的问题 就不能够缓刑 所以这个罪 一年上去的罪 事实上在我们法律 也算是一个重罪 是 因为那个肇事逃逸 他是规定在 公共危险的一个罪章 那我们公共危险罪章 相关的 类似的 也不是讲类似 就公共危险的 可能有像放火罪 或者是往来 阻挠往来的 那个交通罪 像我们之前 在台东有一个案子 李泰安的 他在铁轨上放置物品 导致那个 铁轨 那个突轨的 这个事故 这个也可能涉及到 叫公共危险 所以公共危险 基本上都还算 蛮重的一个罪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 因为这个公共危险 等于你所侵害到的权益 或者是可能造成的 影响伤害 就不会只限于 某一个特定人了 你在公共的情况下 你有可能会伤害到很多人 那我们把这个造势逃逸呢 是规范在公共危险罪的这个范畴 就是说 你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之后 你不处理而离开了现场 那这一个事故的现场 它有可能会后续再引发其他的交通事故 有这样子的风险存在 所以等于你犯了第一个错 你不好好处理 它有可能变成第二个第三个更多的错 那这个伤害就会一直在扩大了 所以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在马路上 我觉得我们大家好像每天多多少少 都可以看到一些大大小小车祸 有时候比如说两台摩托车插状 你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插状 可是呢 你一旦离开现场 那你就构成了造势逃逸了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 这个就不是说 我贱惊惊 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 我罚单搅一搅就没事 这个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没错 我们那个造势逃逸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讲了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基本上发生车祸 不管是撞到车子撞到人 可能有人的部分 可能涉及到过失伤害 或过失致死 甚至是过失重伤这些罪 那这个部分 有没有过失这个行为 基本上可能要 交通事故的鉴定报告 来做评判 可是造势逃逸 他比较特别的是说 刚刚有提到 就是致人使伤而逃逸 所以说 这个部分 在法条的规定上是说 行为人对于造势 他完全没有 有没有过失 我们不管 他只要发生交通事故 跟他有关系的交通事故 即使他是被撞的 那他跑掉了 他离开了 可能还是有涉及到 所谓的造势逃逸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被撞 然后我觉得 反正我没事 我走了 我也有可能算是造势逃逸 没错 所以我们最高法院 一百年台上645号的判决 他是有说 造势逃逸的驾驶人 虽然不见得一定 都要请他 就是一定要自己主动的叫他人 叫救护车或叫警察 但是最好有几个方式 才不会有所谓的造势逃逸的问题 我们这边大概可以提供给听众 做一个参考 就是第一个是 确认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 他可能你把他移到路边 或者是那个救护车有来 他已经上了救护车了 然后第二个是 没有隐瞒的让被害人 执法人员就是警察 或者相关的人员得知你的真实身份 可以找到你 对 然后我可能留了一个名片 或者是说 我跟警察 在警察那边做完笔录 因为有时候警察的笔录 他在现场做的 那警察可能会留下那个 就是现场造势人的姓名 跟联络方式 然后第三个是被害人的同意 被害人他你可能把他扶到路边 或什么样他跟你说可以离开了 或什么样之类的 但是我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说 通常因为被害人的 所谓的被害人的同意 你可能就说 你没事了那我走了 那这样子 我们经常在实物上看到 还是有可能会被 告造势逃逸的问题 所以我是认为说 基本上最好所谓的得到被害人的同意 最好还是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 是对 尤其有时候他现场同意 他事后不见得 否认 对他又没有证据 也没有证据证明说 他有同意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最好的方式 可能还是最 还是最好是留下 互相联络的那个联系方式 如果说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呢 相信大家都很不愿意的 在那当下一定会觉得 啊怎么这么倒霉 可是既然已经是发生了 那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 这个倒霉呢 可能在当下就结束了 那如果你不好好处理 这个倒霉的时间可能会拖很长 而且你可能要处理的事情 会更多更复杂 那为什么造势逃逸要在公共危险 主要就是如果撞到别人了 这个人呢你离开了被撞这个人留在现场 假设他是无法动弹或者是失去意识 那他被留在马路上 这就非常危险了 可能本来他只是受伤 有可能你把他置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他失去了生命有可能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在路上发生了车祸的时候 我觉得先不要慌张 那刚才有提到 就算对方当下同意说 我没事情你可以做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回家想一想 不会说我这哪儿又这疼 原来我受伤这么重 我要找到你 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不管等等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样的情况不发生 所以最好在当下呢 最保障的其实是警方来到现场处理了 是双方都留下资料了 然后了解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这样子是不是对双方来说都比较有保障 当然啦 因为像有一些案子 他可能驾驶他是有下车看 他自己也有叫警察来 也有叫救护车 可是可能警察还没到之前 救护人员也还没来之前 他就说反正我已经叫了嘛 那我就先走了 实务上确实也认定说 这有可能涉及到肇事逃逸 那甚至也有一些他下车看一看 他还骂了对方说 你是怎么骑车的 怎么开车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骂一骂之后 他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受伤 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 法院大概这个部分也都会认为 他有涉及到所谓的肇事逃逸 可是如果说他真的 当时候他自己真的有一些急事 有些如果 不管是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 或者是请同那个朋友 我们实务上也有认为说 他可能也有 曾经有委托同车的朋友下来处理 然后给对方那个金钱来应急 或者叫朋友留下来叫车 处理完毕才离开 这个部分法院也认为说 即使不是驾驶本人 而是他的同车朋友处理 确实也没有隐瞒所谓的身份 实务上认为说 其实这个就不算是一个肇事逃逸行为 嗯哼 所谓的肇事逃逸呢 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说 他离开现场不处理嘛 再来就是还让对方找不到人 没错 没有办法联络上他 不知道他是谁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显然你就没有要处理这件事情 是 对 那刚才有提到 肇事逃逸的话 是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他是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 所以可能大家在道路上面 不管你是开车的 骑车的 走路的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大家都很平安 可是毕竟呢 有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些 突发的意外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呢 好好的冷静的来处理 因为造势逃逸 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在之后节目当中 会继续跟大家来讨论 那这个相关的 一些法律上的规定 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一样邀请到 法律辅助基金会 林一梅林律师 谢谢林律师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谢谢主持人